为什么它可以仍然是整个全世界范围内 比较挣钱的行业 而且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比较基础的行业呢 就因为到处它都需要 衣食住行我们都离不开化工 所以可见它的产业领域非常的广 由于化工可以为我们打造美丽的衣橱 包括面料 天然能给的面料只有棉或者是丝 我们大家穿的衣服有不同的 比如说不同的纤维 有不同的像锦伦 阿伦 比如说前几年又有莫戴尔 那么我们用用帽子啊 用用鞋呀 大家可以看到这面料都非常不同 那么这些面料呢 大部分都是由于我们化工的这样的一个生产过程所产生的 那么假如说没有染料的话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色彩非常的单调 那么色彩之所以可以五彩缤纷 也是由我们不同化工的人来产生不同颜色的这样一种染料 那么最新呢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航空服 那么航空服它对这些材料有特殊的要求 比如说要隔音要隔热又要重量尽量的轻 那么这个航空服的不同的物件 也是由不同的化工材料所组成的 那么还有呢 有神奇的避火衣 这些衣服呢 用于我们救生员 那么这些避火衣呢 是由阻然性的这样的一些纤维来支救的这样的一些衣服 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游泳比赛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种泳衣叫鲨鱼皮类的这样的一种泳衣 它仿生鲨鱼皮 那么一种这样的一种弹性的纤维 它的支纹呢 仿照于鲨鱼皮 那么有效的阻隔了我们这样水面的阻力 使得游得非常的快 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口很多 那么耕地又很少 那么怎么满足人类的对粮食的需求呢 那么假如说只看天气的话 那我们的食品 餐桌上的食品会非常的单调 什么季节只能吃到哪几类食物 但是现在呢 有了这样的一个浓膜 浓用膜 而且这些浓用膜呢 它的采光性啊 它的穿透性啊 都以及我们的绿色环保性啊 都随着我们现在化工材料的 不断的进展一直在运转 那么浓膜呢 丰富了我们四季的这样的一个餐桌 我们不论四季想吃什么都可以 原因就是因为有不同的采光 不同透光的浓膜在起作用 那么此外呢 我们视频里面添加微生素 添加微量元素 添加生物质基 来进一步促进我们的营养 我们的健康 那么对于猪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这个 中国的鸟巢 那么这些鸟巢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构建的 这些材料是什么呢 是化工合成的一些纤维 那么再有呢 比如说我们装饰用的材料 我们可以把家装得非常的漂亮 大家可以看到除了原木的以外 其他的所有的漆啊等等 这些全部都是化工产品 绿色建筑是什么呢 比如说它采光好 那么这些采光的这些材质 是化工的产品 再比如说它要保温好 那这化工的保温材料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层 这不同的层都是有不同的化工材料 此外呢 我们底下 不管是我们家里用的各种的管线 还是我们地下铺就的这种管线 我们不希望它腐蚀等等一系列的这些具体的要求 那么也是呢 由这些一些化工材料制成的管线呢 形成了我们现在都市的一些生命线 对于形就不用说了 大家可以看到汽油柴油 那么为我们整个的这样的形呢 提供了一些能源 那么再有呢 现在用的电动汽车 那么电动汽车用的电池 电池能源怎么来开发新的电池能源 而且呢 大家希望它的容量越来越大 那么电池仍然也不断的在改进过程中 大家可以看到火箭发射了 那么发现火箭的时候 这个燃料我们叫推进剂 这个推进剂希望它燃烧能特别的大 它能推着火箭跑 汽车材料它不断的变轻 那么汽车为什么可以变轻了呢 因为它把以前的钢铁变成了这样的一些塑造的 这样的一些纤维 在中国流行的一些共享单车 共享单车的这样的一个轮胎 已经变成了不用打气的轮胎了 那么这些轮胎材料 就是我们天大化工的一个效应发明的 高铁它要快它又要承受强的这样的一种压力 所以这些材料有了这些新型的又轻又能耐高压的这些材料 才有了我们的高铁 那么虽然呢在大家在不断的对生活追求过程中呢 造成了一系列的环境污染 但是这些环境污染一定要进行治理 大家可以看到 不管是废气治理 废水处理 还是我们的废渣资源化 它用的这些技术 全部都是我们化工的技术 我把有害的东西进行脱除 进行转化 这些呢是用了我们的化学反应 那么最好的方法是让它不产生污染 所以就带来我们化工新的叫绿色技术 就相当于在整个的化工的过程中 都希望它是环境友好的 我们还在开发新的绿色的安排 比如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新型的能源 生物质能源 我们的电能源等等 都是用化工的技术在不断的开发 在这个疫情过程中 很多的这些东西都用到的是化工相关的 比如说防护服 那么我们的防护镜 我们用的很多的这个口罩 再比如说我们病人要用氧 这是医用氧 它的提纯 那我们化学药品就不用说了 那再比如说消毒液 我们在医用用的胶片 我们的输液器 我们的化学水溶液 我们的医用手套等等 大家可以看到 所有的这些东西 我们离不开我们的化工产业 为什么它可以 仍然是整个全世界范围内 比较挣钱的行业 而且是在全世界范围内 比较基础的行业呢 就因为到处它都需要 相信到我的家的 这个字眼里 大家保存下的 glide太轮装 害人们的报道 使用范围内 轻易度 带来 конф match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